欢迎来到我们的消费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Vertex制药公司因其囊性纤维化 治疗药物需求强劲 上吊了年度收入预测 该公司现在预计 2024年的产品收入范围为 106.5亿至108.5亿美元 高于之前预测的 105.5亿至107.5亿美元 其主打药物 Track of Todd的销售额 在截至6月30日的季度中 增长了9% 达到24.5亿美元 接下来 2024巴黎奥运会即将到来 美国奥运短跑选手 Sha Carrie Richardson 将在8月2日的 女子100米比赛中首次亮相 比赛将在多个频道上进行直播 包括E、USA和TeleMundo 还可以在Peacock上流媒体观看 最后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取消健身房会员并不容易 许多流行的美国健身房 如Planet Fitness和Anytime Fitness 不允许在线取消会员 需要亲自到访或打电话 这样健身房可以试图 说服会员保留合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雅虎美国Vertex制药公司 周四上调了其年度收入预测 预计2024年产品收入 将达到106.5亿至108.5亿美元之间 高于之前的105.5亿至107.5亿美元 公司表示 这一预测包括对其囊性纤维化 CF治疗药物持续增长的预期 以及Castovy在批准的适应证 和地区的推出 CF是一种影响肺部、消化系统和其他器官的遗传性疾病 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数据显示 美国约有3.5万人患有CF 而根据美国CF基金会的数据 全球94个国家约有10.5万人患有CF 其最畅销的CF药物 Trakow在截至6月30日的季度中 销售额增长了9% 达到24.5亿美元 超出分析师预期的22.6亿美元 公司第二季度收入为26.5亿美元 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26.6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Castovy在1月获得了第二次美国批准 用于治疗需要定期输血的罕见血液疾病 雅虎美国 本周所有目光都聚焦在美国奥运田径选手 Sharkary Richardson身上 他将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比赛中 首次亮相 Richardson目前是该项目的世界领先者 他在美国奥运选拔赛上 跑出了10.71秒的成绩 他将在8月2日星期五 在圣德尼的法兰西体育场 参加女子100米预赛 如果顺利晋级 决赛将在8月3日星期六举行 田径比赛将从8月1日持续到11日 观众可以通过Peacock观看全面的赛事报道 许多赛事还将在NBC的直播日间节目以及E USA和TeleMundo等多个频道播出 观众可以通过Peacock的Discovery MultiView功能 同时观看四个赛事 这对于希望同时关注多个田径项目的观众来说 非常方便 雅虎美国 2024年巴黎奥运会今天继续进行 备受关注的美国对阵中国的沙滩排球比赛 将于下午4点在埃菲尔铁塔下举行 美国选手Karen Klaus和Kristin Nuss 将对阵中国的Chen Shua和Siniseo Klaus和Nuss在本次比赛中 已经取得了2-0的战绩 沙滩排球比赛将持续到8月10日 观众可以在Peacock上观看所有男子和女子沙滩排球比赛 部分比赛将在NBC、CNBC、USA、TeleMundo、Universal合议频道播出 沙滩排球比赛的完整赛程和参赛选手名单已经公布 以便观众可以全程观看 Yahoo US报道 取消健身房会员资格比注册要复杂得多 像Anytime Fitness和Planet Fitness这样的连锁健身房 不允许在线取消会员资格 你必须打电话或亲自去健身房 Anytime Fitness每个地点的取消政策不同 通常需要提前30天书面通知并支付取消费用 Planet Fitness则可能要求邮寄书面通知或亲自去健身房 有些情况下可以在线取消 但需要支付买断费用 Gold's Gym和LA Fitness的取消流程也因地点不同而已 可能需要提前30天通知 有时需要支付提前终止费用 24.Our Fitness可以通过电话或在线表格取消 但如果在承诺期内取消 可能需要支付取消费用 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提议向点击取消规则 要求公司提供与注册同样便捷的取消选项 未来可能会简化取消过程 Yahoo US推荐了一款适合过敏患者的Moron2空气净化器 目前在亚马逊上有超过50%的折扣 这款空气净化器配有Heper过滤器 可以去除99.97%的空气颗粒 包括灰尘、花粉和细菌 它有双面进气口和特殊的碳过滤器 可以去除异味 并配有红外传感器实时监测空气质量 Moron2适用于最多1076平方英尺的空间 噪音低于24分贝 非常安静 用户对这款产品的评价很高 认为它有效改善了空气质量 特别是对过敏患者友好 虽然有些用户希望能在高风速下关闭显示屏 但总体满意度很高 Yahoo US报道 Macy's正在进行大规模行李促销活动 最高可享受65%的折扣 知名品牌如Samsunite Travel Pro和Delsea的行李箱和套装都有大幅折扣 Travel Pro的Crew Classic手提箱 和Samsunite的Airlift中型旋转箱 都是热门选择 分别有310美元和264美元的折扣 Travelers Club的四件套硬翘行李套装 仅售100美元 Delsea的Tour Air手提行李袋和London Fog的Chelsea硬翘手提箱也有大幅折扣 Delsea's Shatelay Air 2.0旋转箱和Samsunite的Sulwak 17衣物袋旋转箱也有显著折扣 非常适合频繁旅行的用户 Consumer Reports指出 现代科技让我们能够测量几乎一切 包括我们的健康状况 从每日步数到体质百分比 各种设备应有尽有 尽管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健康小工具 但有些医疗设备却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血压剂 血糖仪和智能体制秤等 它们不仅帮助我们监测健康 还能在必要时提供数据给医生以便更好的诊断和治疗 Yahoo!US报道了一款名为Chomp Clean Walls Tool的墙壁托把 这款产品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 限售价40美元 它轻便且可伸展至5英尺 能轻松清洁墙角和难以触及的区域 配有可重复使用的湿干两用拖头 用户对其赞不绝口 称其节省了大量清洁时间 尤其是在清除顽固污渍和灰尘时 效果显著 然而 有些用户也指出 其手柄可能不够牢固 需要小心使用 另一篇来自Yahoo!US的文章 推荐了一款广受欢迎的床垫保护套 Siforest Mattress Protector 这款保护套不仅100%防水 还能防止灰尘满 宠物皮屑和细菌 保护床垫免受液体侵害 用户评价非常高 超过21万条五星好评 其中不少用户分享了 它在意外情况下的优异表现 如宠物呕吐或咖啡撒在床上时 它都能有效保护 床垫不受损害 尽管有些用户觉得 它会让床变得稍微热一些 但总体来说 这款保护套的防护效果 得到了广泛认可 Yahoo!US的文章 介绍了十种清洁工具 帮助你清理家中那些 常被忽略的角落 无论是浴室水槽堵塞 干衣机管道机灰 还是垃圾处理器中的污垢 这些工具都能轻松应对 比如 Flexi Snake Drain Weasel Sink Snake Cleaner 可以轻松清理水槽排水管 而Deflecto Dryer Doct Cleaning Kit 可以深入清洁干衣机管道 防止火灾隐患 Glisten Disposer Care Cleaner 则能有效清洁垃圾处理器 消除异味 其他工具如 Kitcheny Silicone Bottle Brush 和Pume Toilet Ball Ring Remover 也各有妙用 帮助你保持家居洁净 Yahoo US 报道了洛杉矶新兴品牌 Vetis推出的2024秋冬系列 这个品牌由意大利裔美国人 Kerry Vetis创立 灵感来源于家庭 传统和意大利文化 新系列采用高质量的可持续面料 工艺精湛 强调合身如手套的设计理念 服装包括单色和裸色管状设计 旋垂感 无性别剪裁和比例夸张的套装 展现出穿着者的内在力量 Vetis的设计风格 介于Rick Owens的前卫奢华极简主义 和De Petsa的流动浪漫之间 无论是作为声名单品 还是精致基本款 都值得珍藏 新系列现已在品牌官网上架 Yahoo US推荐了一款名为 Titanker Double Shower Curtain Hooks的 双面淋浴帘挂钩 售价仅为7美元 这款挂钩设计巧妙 一侧挂淋浴帘 另一侧挂内衬 方便更换内衬 而无需取下淋浴帘 挂钩顶部的小球设计 让它们在淋浴杆上滑动顺畅 且采用防锈金属材质 持久耐用 用户评价普遍好评 称其极大简化了更换淋浴帘的过程 减少了手臂疲劳感 虽然有些用户 希望挂钩更重一些 以防滑落 但整体评价仍然非常积极 这款产品 目前在亚马逊上 有多种颜色和款式可供选择 Yahoo US报道 正值流媒体季节的高峰期 升级电视 以便更好的观看节目和电影 是个好时机 HeSense在Amazon上 进行了一场大促销 一款50英寸的4K UHD 智能电视 仅售280美元 这款电视 不仅拥有出色的4K显示屏 还内置了Fire TV 刷新率高 配备Alexa与音遥控器 能够轻松指挥家中的娱乐活动 评论者们对这款电视赞不绝口 称其画质清晰 运动画面流畅 声音效果出色 唯一的缺点是 遥控器没有背光 和Fire TV OS有广告 不过 总体来说 这款电视 以其高性价比和丰富功能 成为家庭娱乐的理想选择 Yahoo US的另一篇文章透露 Crox不仅以其经典动动鞋文明 还开始在时尚运动鞋市场 展露头角 Crox的首席执行官 Andre Rees 在第二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公司将在成功推出首款运动鞋 Crox Juniper后 继续在这一领域进行实验 这款运动鞋 由设计师Selie Banbury设计 售价140美元 上市后迅速售庆 并在二级市场上 价格翻倍 Rees表示 尽管运动鞋业务目前规模较小 但Crox将继续创新和测试新的鞋款 以推动品牌的长期发展 同时 Crox经典动动鞋的销售 仍然是公司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第二季度收入同比增长3.6% 达到11.1亿美元 超出预期 Yahoo US报道 New Balance正式揭晓了 备受期待的1906R勒夫鞋 这款鞋子 由设计师Charlotte Lee 和产品经理Lani Perry 共同开发 融合了运动和奢华元素 1906R勒夫鞋 在保留原有运动鞋DNA的同时 采用了更低的鞋口 和去除鞋带的设计 金属银色合成材料覆盖鞋面 整体外观时尚前卫 New Balance计划于9月16日 通过官网和部分第三方零售商 发布这款鞋 售价160美元 设计师表示 这款鞋的设计灵感 来自于奢华时尚领域 与运动风格的融合 旨在为消费者提供 既时尚又实用的鞋款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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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